这三个彩仓 然后现在来扫码报到 哎呀 这个已经报到等着呼叫 没有没有 还有 还有 我三个人有几个扫几个吗 我都说半天了 我都没有 你得先问呐 没呀 这事闹 哎 好了 等一会儿等叫名 推我爸床来的 等一会儿妈等叫名往哪推呀 报完到之后在这等着叫名就好了 第一个跟第二个彩仓在这个房间坐 这是第三个彩仓在这边 我觉得他这康复中心也挺好的 我爸真的应该来做一做康复训练 我到时候再问一下医生 你看 推床来的比较方便 你看这边康复中心 那边也有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已经回到家了 哎呀 实在抱歉 今天影片可能得稍微晚一点 因为我刚才塔沙发生 睡着了 一不小心睡着了 还没洗澡呢 我就想说 我刚才把衣服都换下来了 然后我就躺在沙发上 跟我女儿落会儿壳 聊会儿条 我给我女儿买的那个做手工的东西 自己在家老老实实做手工的 然后做完之后跟我显摆显摆 哎呀 我就躺在那儿就睡着了 然后 其实不是说因为多累 我觉得多累好像还好 因为我爸也现在比较稳定一些了 反正我也就放心了 这个有这个我看网民说我这个卖惨 拍我爸 为啥我爸生病了 我不停耕 为啥我爸生病我要停耕呢 又不是我生病了 我照顾我爸 我爸也不用我一直用手牵着他 对不对 就是我还是有时间的 我还是有时间的话 因为我的影片就是分享我的生活 那我现在生活每天就这件事 我还不能拍 拍就是因为卖惨 卖惨得到什么好处呢 卖了两个亿 又是卖了两个亿 这样的事呢 反正就是 你说话人蛮都奇奇怪怪的 什么人都有 那我爸这两天就是 相对来说稳定了 我觉得还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年龄大了 好像我爸这种人 而且我爸有这种像 之前的话就两次出血的 这样脑出血这样的经验嘛 所以这一次的话 他这个是梗塞 梗塞在什么 眼髓啊 这边是不是也叫眼髓啊 我也不懂 这后边 然后就说这个眼髓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爸是梗塞在这里 所以说没有用这个溶栓的药物 因为我爸之前不就是有这个 出血的出血的这个经历嘛 那医生说 溶栓的这个 药物的这个说是什么 成功率的话 百分之三十四十这样 然后呢 你还要承担这个 再次出血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医生就说 那意思 让我自己考虑 我说那你的建议呢 然后医生就说 如果说是他的话 他就不建议做这个溶栓了 好 保守治疗这样 所以因为你又要承担说 百分之四十到 百分之三十四十成功几率嘛 那如果没成功的话呢 像别人的话 可能只承担这个 就没成功就算了嘛 那再保守治疗 可是我爸呢 又要成功 没成功的这个风险 主要是还要承担说这个 如果说出血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我爸现在医院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治疗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这种 溶栓的方式 因为他之前出过血 就是风险太大了 所以说 今天的话呢 又去做了彩操 三个彩操 我看的话是有做了脖子 这个是两边的 还做了哪 心脏的 还有一个哪 忙活忘了你说 反正做了三个彩操的 然后呢 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爸心脏的话 什么心衰 因为他心率很慢 五十多六十多这样 然后还等我爸说 爱运动吗 我说运动啥呀 他那腿都一天去 社区都走不了多远都 我带他上门口吃饭去 我爸都分两段走的 分两段 就是休息了两气 坐在那休息 然后才去到饭店 所以说运动量什么 越来越不行 然后不是说像人家运动员那样 心率比较慢什么的 不是 然后医生就给他检查了 我爸心脏也什么 心率过患 心术 反正心脏也乱把洗澡的 一大度也有问题 然后说 但是没有什么急迫性的 就这样讲的医生 然后现在比较急迫的是 因为他不是测了这两边吗 他右侧 好像是说右侧的那个血管 已经闭合百分之九十 左边这个大动脉这个血管的话呢 是闭合百分之五十 他说百分之五十这边的话 就还算讲究 但是百分之九十这边 他就跟我说那危险就非常大了 好 如果说 我说那如果百分之百闭合 我说那是什么 就什么状况呢 他说那百分之百闭合的话 那就塞住了 整个塞住了 那危险很危险呢 然后呢 就是说 跟我讲说百分之九十这边的话 百分之七十以下 可能用这个药物来治疗 还可以控制 像百分之五十这一边 但如果说你百分之九十这一边的话 他说就应该做进一步的治疗 看是支架啊 还是什么 就是要再考虑的问题了 他说你百分之九十这边的话 就危险性就非常大 是这样跟我讲的 所以说 今天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大概这样 就是我爸爸这个病情 我给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这样 我们要再考虑说下一步的 可能要做动脉照应 然后呢 再看说是要支架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再说跟我预估费用 还是说要转院到更好的医院去做 还是怎么样 这就是下一步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今天的话呢 就是去做造影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些状况吧 做造影的时候的话呢 我大概 你看我前面不是有拍吗 对不对 就是大家在那等着 但是呢 需要你拿着这个 预约的这个码啊 因为我是从住院部过去嘛 住院部直接帮忙预约的 就像我在住院部的话 住院部是帮你把这些用好的 然后呢 就还不错 就是用好了 然后呢 因为那天我回家了 我妈直接是给我拿三个单子 说啊 大夫给你拿这三个单子 说让你去这个 明天几点钟就下楼了 说的时间约好了 哦 是这样 我就推着我妈我爸 推着我爸 我跟我妈推着那个床去的 因为我爸不方便行走嘛 就尽量不要动他 扳不动主要是 然后我妈我爸 就省了一辈子的人 我跟你讲 真的是节省一辈子 我就说呢 那么沉 顾个护工 是不是我也方便面 顾个男的护工 省着我爸你说还不好意思 是让我做护理啊 就是给这个什么清洁 像我爸尿道口 什么之类的 护士是每天都给清洁 但是护士也说这地方擦一擦 又热水怎么怎么样的 反正什么就说 一整就说擦一擦什么的 你说这 我爸不可能让我动 我换裤子 我爸都不让我换 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请个男护工 妈不用 一天好几百回钱给他 干啥呀 你爸他检查 检查完了的话 也不用过床什么之类 就不像一开始又是CT 好像是平台的 什么那个什么叫核磕共振 那我天哪 就是有抬几眼吗 那机器高啊 还得请人又报又抬的 哎呦天 我妈说那意思 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了 就还好 就不请了 说啥也不让我花的钱 都有点跟我生气了 我想说 是不是我看有网友说的 这时候不能都听你妈你爸 关键是你说这玩意儿 人家在一生气一着急 人家犯病啊 人家有病啊 有病啊 这威胁你 对不对 你说我敢跟他顶着干 我就要跟你整 人家俩一着急一生气 再整出来啥病呢 对不对 不敢 人家说不用 我就听话就不用了 别跟着强的整 我就多干点就完事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就说这个 我今天去看 就到那边的话 我是因为住院部预约好的 但是呢 就假如你是急诊 或者是门诊的话 是需要自己再预约 然后自己去报到 但这个报到 说实话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 我是到那个服务台去问了 那服务台的人可能也是 因为他是负责预约的 然后上面都帖着 其实有写 就是什么 预约完之后 什么几点按单子上的时间 在机器上报到 但有的人可能就没注意看到 尤其年长者就不太知道 我在那等着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 大胳膊 五六十岁看起来 中气十足的 就在那骂 这他妈谁知道啊 连个人都没有 能好好说话言都没有 就在那吵 他可能是坐在那等了很久 他以为到了这个时间 就应该叫我了 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还没轮到我呢 你知道吗 那大哥在那吵 然后呢就去问了 这个预约的地方 人家说你还没报到呢 那你去急信那报到 就这一句 完了大哥就是 捡了 在那喊 我想说 那也不怪 你都说现在吧 什么自助啊 什么电子啊 什么的 老年人会吗 太多老年人 不会的东西了 就像我说 我在急诊那一天 急诊那一天的话 就是大家看我拍了 自己送简 拿着这个血的这个样 血样自己送简 然后就连这个血样报告 都是要自己在 那个自助的机器上 列印出来 因为我 还有包括我爸 做CT那片子 都是要在那自助的机器上 自己列印出来 然后拿给医生 因为我还没到那个 列印那个时间呢 就譬如说 他让我一个小时以后 去列印 我还没等到那个时间呢 我就被转到住院部去了 所以说那些信息的话 住院部的那个医生的话 我说那我用去拿吗 然后医生说 不用不用 我在电脑可以看 所以他就是用电脑 看的那些信息 说你这血样人出来了 就跟我说了 所以说就假如说 你是不是转到住院部的 你就是在门诊急诊的 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操作的 老人会吗 我跟你说那老人 肯定不会用 就像我之前 我妈就是不是在住院 那个什么 就是糖尿病住院 她不是也没跟我讲吗 是事后咱俩聊天 我说那你咋整的 那我都自己整呗 那个那球报告 那都现在都个机器球了 就我妈说的 我说那你会整啊 不会整 瞎摁呗 我看旁边有年轻人 问人家一句 就这样的事儿的 就是不会整啊 就是你现在有点 衔接不上什么 那种感觉 就是进步太快了 突然间全都用机器了 你让那些老的人 他没接触这些东西的 思想再慢一点 反应再慢一点 再不会操作 这些电子类的东西 你让这些人咋办呢 我就说哈 要不然就是 如果你突然间 你都换成机器了 那谁会用啊 谁总上医院 按那些机器去 清车熟路嘛 又不像说用个手机 我整天在手拿着 对不对 那肯定不会用 要不然的话 就是放一个人在那 假如这地方 你看我拍那个 你看我给大家拍这个 就是 他这一段上面的话 好几台机器 那你这地方 放一个服务人员 对不对 咱就说 哪怕说像台湾说 这种志工类的 你放一个这样的人 教大家怎么用 他最起码 这老人家不会用的时候 他能问到一个人 没有 就在那敢用 我是看到 我爸现在住的这个医院 是这样的 至于有的人可能说 全中国的医院 怎么都是这样 自助 都自己这个取样本 然后又 没有人指导吗 那我不知道 别的医院没去 咱就说 我现在说的 说什么的话 就是在说这件事情 当下这件事情 别的医院我没去 我咋跟你说 有人说我这是借口 我借口啥呀 我咋跟你说 全中国都这样 那我没去呢 我就去这么一个医院 你让我咋说全中国的 我这 没说 别人都说我这是借口 别总拿大 是借口 那就是这么大呀 各地情况就是不同啊 你说我没去的 我怎么跟你说呢 有的人就不理解你这个 你知道不 就愿意听到 我说中国多不多不好 抱怨这事那事的 我能一下抱怨全中国 我从来不这样 我就说当下这件事情 我的感受 我的影片 我就说当下 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感受 这才是我 遇到的事情 我都没去过 咱举例子说 昆明 我没去过昆明那间医院 我骂全中国的 合理吗 对不 不合理 咱说话得合情合理 我说的就是事实 我在这间医院 我现在遇到这件事的感受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我 这几天我在医院 跑来跑去什么的 包括我去买饭 我都路过那些自助机器 没有老人在用吗 太多老人在用了 谁看病最多呀 就是老人家看病最多 就是他们跑医院最多 如果没有孩子什么的话 帮忙 像我妈我爸这 都不叫我呀 虽然和我远 但我爸就算近 我爸我爸能自己解决的事 从来不会叫我 他觉得说会影响什么 我们上班了 我们还带孩子呢 孩子有孩子的事 有这样老人的时候 他们自己来 真的不会用 所以说有点脱节 进步的太快 全部都改成机器了 然后呢 不会用的人怎么办呢 这些人 就像说有的人觉得说的 都说什么大陆 什么先进 什么现在 什么都行动支付 没有 并没有说不让用现金支付 一样现金支付 我刚回来的时候 我全部都是现金支付 然后是这几天的话 我的钱的话 我存进去那卡里一点 我就可以用这个 行动支付了 是这样 就是你要这样并存 看我住院这个我妈 我们家这个旁边 那两个床的老人家 我一问 人家都不用行动支付 全是现金支付 就是这个状况 那好了 这就是我这几天 住院看到这件事情的感受 喜欢爱弹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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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